今天是補班日 在南投政壇 是非常熱鬧的 因為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進入倒數階段 所以藍綠兩黨的黨主席 在今天都是前往南投 為黨籍候選人站臺 用把握時間來爭取選民支持 而且雙方都有殊不得的壓力 南投第二選區立委補選 距離投票日還有兩個禮拜 十八號補班日 藍綠雙方大打主席牌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從早到晚 在南投安排了七個行程 從參香拜廟到造勢活動 全都跑透透 力退黨籍候選人蔡培惠 剛從縣長選舉落敗中 拔劍再建的蔡培惠 也推出了他的新住民政策 第一樣就是我會推一親打工 就是新住民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 可以來臺灣工作 那這樣的政策 韓國也在實施了 那第二個呢 讓這個新住民在創業的過程 要給獎勵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親自為黨籍候選人林明珍授旗宣布成立婦女後援會 針對外界質疑林明珍重批戰袍是為了他的兒子身兼競選總幹事的林如賓卡位 兩人則正式宣告都不會參選二零二四區域立委希望選戰回歸政見論述停止造謠抹黑 如果選上立委我可以在立法院提案 請交通部來採納規劃 讓我們交通更辯解 讓我們經濟發展更更弱 林明珍絕對不是為個人 是為南投 為許淑華 為許淑華縣長在南投的所有的未來的政見 為所有南投縣民來打聽 他是犧牲奉獻 賴慶德將南投立委補選 視為街長民進黨後的首戰 朱立倫則是力求延續國民黨九合一大選後的連勝氣勢 雙方都有殊不得的壓力 選戰倒數計時 藍綠把握時間爭取選民支持 記者 民風破安群 南投報導